要接近尾声 那案件由我开头 也由我收尾 好 一样我们来讲保护区的问题 保护区的问题最近都很夯 在介绍保护区之前 我觉得今天我们是一个感恩茶会 当然同时是感恩我们每一位捐款人 还有感恩我们每一位的伙伴 还有感恩我们每一位坚持到我们的当事 在这边跟大家说谢谢 那我们这边同时还在介绍我们一位嘉宾 就是我们很坚强的伙伴 地球公民的这个执行长李克正老师 老师那一位公民 不好意思 李克正老师也是代表我们地球公民 然后一直跟我们合作很多的案子 也是我们环境守护的那个好伙伴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样回到这个保护区 相信这个东西大家应该很清楚吧 我觉得应该可以不用介绍了 其实 这阵路前会每天都在播 播到这个他们都很 大家可能都比我清楚 简单讲就是内湖那一块 在那个大湖公园站 又很难经历北京 那我讲快一点 这是当时候他们买进去的照片 其实这块地在69年的时候就被破坏 实际都会这么说 69年就被破坏 你看做公车站 做高尔夫酒厂 一直到他买进86年 变成这个样子 现在实在是都破坏了很过分 然后他就跟你说现况是长这个样子 你看一堆铁皮屋 但是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身地图 成功路五段 大湖公民在这一边 现在非常的漂亮 我偶尔都会去那边散步 然后这边是他们台北基地 他都跟你说 我们可以做很多的善经济 做很多的有融入的用户 可以做怎样 很棒 可以作为一个物质中心 这是他们未来的愿景 想要盖什么 在北基地要盖一个志工中心 有很多东建筑 都五层楼 五层楼 四层楼 三层楼 都盖得很高 然后呢 在南基地的部分 要成立这个什么 艺文表演中心 物流中心 有七层楼的高 在这个保护区的部分 他就说 我们做三基地 做好事 但是 大家知道这块地以前是什么 它是个溜地 它甚至上面是一个断层 那其实 你真正应该做的 应该是要把这块地 恢复原本的一个使用 这样它才有一个海洋水源的功能 才有一个避免这个下大雨的时候 被 这个淹水 像加纳利风灾 那时候内部也都有淹水 也死了很多人 因为我们早上那个 大福里的新梯展 那个 最近常常节目嘛 那个 那个红美会 美会梨展 早上有来 因为他走了 才可以在这边这个 这个耍大刀 不然在他那里走 可能不太敢讲 那总之 现在应该是要把它恢复成 原本这个样子 但是 直接到现在他有做吗 其实没有 他还是一样在上面盖工厂 他们 他们没有工厂 他说我被告 他说我有癌症 他们说自己没有工厂 没有工厂 没有工厂 就是有肥兽中心 肥兽中心 好 那 其实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 都是有顺向坡 有断层的问题 那这个白白那一块 为什么会不见 因为被人家整地掉了 那整地的话 地形会变吗 地址会变吗 不会嘛 本质是不会改变的 那所以他们就是怎样 睁眼说瞎话 那当然这个案子现在 之前是他们试图用这个个案变更的方式 大家知道都市计划法规定 这个使用分区 要使用地 基本上你要变更有两种 原则上就是通盘检讨 大家来看看我们整个台北市 我们内部区 或是我们的这个市里区 我们要有这样的愿景跟规划 应该是这样通盘去看 这是原则 在另外的情况之下 才会被人用个案 那个案就是很例外 一定都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例外 譬如像为了国防啊 经济啊 很重大的需求 我们直接就说 我们是为了国防跟经济的需求 什么 盖资工大附跟国防经济有关 盖资工大附跟国防经济有关 盖资工回收中心 跟国防经济有关 他说自语其说 他一开始要盖什么 大家知道吗 要盖医院 然后后来又变 变成说我要盖 这个活动中心啊 什么的 然后就说 有有有有 我们是善经济 喃密斗 善经济 当然我们这些很多人就去 这边 我们之前的司委律师啊 还有我们当地的很多这个 民民 我们就去抗议啊 就说反对他变更啊 但是我们中间是我们 入司委律律师 现在也在哈佛求学 然后我们非常坚强的一个伙伴 那当然 同时除了我们去反对他做妒忌的 一个变更之外 同时他还有一个规避还品的一个程序 大家知道他那个地 台北市政府的公务 告诉这个是山坡地 山坡地开发超过一公顷就要还品 可是他自己开发四点多公顷 所以他应该要还品 还有他是个园区 他很巧妙的说我不是山坡地开箱 我很平 我不是山坡地 那当然就是我们不认为啦 那本来就是山坡地 那歧视就是 还品法又有规定说 你开发一个园区超过五公顷要还品 哎 好不好意思 我是四点多公顷 这叫什么 规避还品 就是直接在做这种事情 但是因为这个诉讼 因为后来已经进到通盘检讨 所以这个诉讼 我们就暂时搁置了 那之后我们也会跟内部区的这个女长 还有居民 我们继续会去来关注这个议题 那这个部分我们那个地独公民的理事长 我们的那个廖本权廖老师也一直持续都有在关注我 那之后我们也希望可以跟廖老师一起在现场感大声的 深知力解的 几乎说不应该开到保护区 保护区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这就是保护区 所以我们去保护他 那一下是保护区的案子 最近很有名 威哥小学 威哥小学 那我们当地就有这个全员的自救会 现在已经是全员保护区的联盟 我们的美妙 哎 这是我们也是当地居民 因为坚持努力的结果 不然这个案子真的很可能就被过了 一样 威哥小学 一样想要走个案变更 还有哪一条 不好意思 他不用国法或经济 他更聪明 我用第四条 配合国家的重大建设 上面有个重大建设 政府说的算了 只要在个重大就好 对不对 说什么 配合了幼儿教育政策 但是我们都知道 现在是少子化的社会 现在是少子化的社会 我们台湾声音率已经从二十几 到八十几年剩十五 到现在剩多少 八而已 你跟我说 幼儿要往下教育 然后要增设新的幼儿园 有可能吗 不可能 那到底为了什么 他说要落实这个幼儿教育的在地化 维格呢 维格呢 在地化哪有可怜 北投那么有钱 是不是人人都可以练为格 幼儿竟我们就开始练 我们也很熟 总而言之 他就是想要把这一块地 变成了一个文教区 但是 我们就从去年七月十五号 我第一次参加这种会议 我就被他们吓到了 因为他们真的很凶 他一直拍摊里 然后就是这个开会的一个现场 你看走道上面都是人 到十九号 就往现地去那个线看 大家可以看他们 预定地就在翠云街上 实际上那个路都很小 大家可以看 无法汇车 他们居然想要把校车开上去 那那边 学童的安全怎么办 那一边生活的交通怎么办 各方看来在保护区 里面发生如果下那雨怎么办 那他们那时候就有提出 整个城市都是我的停车场 只要我一个小学放学 我一个中学放学 就打塞车 就打塞车 他们也只是想要给孩子 一个安全回家的路 大家可以看 这上去都是维克小学的预定地 那其实很小 根本就无法汇车 无法汇车 这是我们那时候现刊就拍的一些照片 其实这一块 看似品一定 其实它是被人家破坏的 被人家破坏的 那维克都会说 你看上面都有人破坏 就跟子季讲的一样 都被破坏了 不如由我们来做吧 好 那我们继续破坏 对 他们就是讲说 我破坏比别人好啊 我应该像别人破坏那么严重啊 对不对 但其实这是个错误的说法 应该是要把它回复到保护区 原本应该有的样子 好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 12月5号 10天前 我们在这个都委会 大家知道吗 柯P的这个都委会 第一次上任 第一次上任 大家怎么关注啊 这保护区的案子怎么办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过了一个全市的保护区处理原则 那大家都很期待 这个全台北市 剩下的唯一一个保护区案子 会怎样 会怎样 那结论就是 我们一样拿到现场 到现场去抗议啦 到现场去抗议啦 到现场去抗议 一样上面去表达我们的诉求 然后就在最后 我们在讨论这个案子的时候 我们的都委 我们那个 林副市长 就说 这个案子个案别个人给否决掉 然后进入了通判检讨 但是大家知道 制度通判检讨讨 不是案子就结束了 它只是战犯而已 等于说 将来是离去通检 重新启动 这个案子可能还是会存在 所以还是需要很多人 不断地去贯注我们台北市 所剩无极的几块净土 所剩无极的几块净土 那一样 在北投 北投经济不到衰 又一个案子 北投烂车 在我们北投市场一带 又进到北投烂车这个案子 那这个案子 相信大家都很清楚啦 他其实就是要在北投里面盖这个缆车 盖这个缆车 那一共有四个站 那其实这些站的选择都很有问题 都很有问题 那其实一开始他是 从飞舱以来就是 飞舱之后倒是北投的萧条 然后后来他们就想要 就有盖缆车的方式来 促进经济啦 改善交通啦 但是真的改善的没有吗 其实不知道 那一开始他们照标的时候 就说我们只要盖缆车 莫名其妙就突然间 跑出了服务中心 有温泉 严席宿舍还有温泉设施 结果是怎样 一个弊案爆发嘛 就是台北市政府要土力 立山林 洋广处要土力 立山林 这些都突然被判决有罪 但是有趣的是 当时候的好兵兵市长 还是坚持要继续开发 还是坚持 但是我们马云九市长 也是要坚持继续开发 继续开发 那这个案子我们当然是由环品的一个部分来去阻挡它的一个开发案 那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得到了一个胜诉判决 就认为说这样的一个环品应该要被撤销 应该要被撤销 那就是我们入宿的律师 我们就到北投当地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大家也会很开心 这是我们很多当事人在现场 那我们都决议要继续上诉到底 他们应该不是 就是那个北市府他说我们还是要上诉 因为那时候他是好兵兵嘛 那很遗憾的就是说 他们上诉他们真的也胜诉了 所以现在被发为更胜 但是案子还没有结束 我们还是会持续再大 那其实大家知道北来他所宣扬的一些利益 其实是天人的 他根本无法改善交通 他只会造成当地交通的一个 那个混乱而已 而且他的地址等等 他有非常多的一个危险因子 他盖在那边 早晚真的会出人命 而且会找到很多人的隐私 而且会破坏北投特有的一个风景 其实不应该要再盖这个东西 大家看看光空缆车 一年拼几亿的呢 几亿的呢 越来越去的呢 那你看要盖个北来的一山 对不对 所以不应该再盖 那当然我们知道 柯文哲市长对于北来的态度是说 还不就是看主人上面的开发 如果不给他开发 他当然就不会有人向他来标 但是这个案子最后怎么样 我们还不清楚 我们还是会继续的打这个诉讼 那我们之后也会在诉讼之前 会做一些说明会 会在我们的满眼讲堂 我们会开一个说明会 大家可以欢迎大家来听 我们每个月都有不同的主题 大家可以就到我们满眼这边 来了解你的案子的一个进度 然后可以跟大家做一些沟通 有什么问题 大家也都可以来问 像这个就是我们知道拜师之后 我们知道说我们不能只靠诉讼的力量 还要靠很多一些 其他运动 其他的运动 同时来做一个进行 那包括一个就是演讲的运动 举办那个交通的一个问题 就是想北投蓝车面面关 由我们的陈慧思老师 还有青年不北来的这个致海 我来做一个说明 那当然 这场中我们是讲北移之铁 北移之铁 北移之铁 但是那天录影机没录到 所以肯定有机会再讲给大家听 好 那基本上 这个大致上是我们去年一整年的一些案件 然后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当然最后的最后 我们要邀请到 我们最压轴 最大海 最爱台湾的陈明璋老师 我们的陈慧思老师呢 还有他的团队啊 公里所有时间 对吗 老师对吗 所有时间的时间 把这个耳朵摆好 然后 麦架设好 这样吧 所以在准备的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 我们再次热烈 掌声谢谢我们